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ROW MING PAO TORROW 彰化這家電子廠主要生產影像 影音相關產品 而最高原則就是追求高畫質 王英龍的父母當時創業開了間小小電器行 賣電視卻老是有收訓不好的問題 為了解決自行研發製造出強撥器 一炮而紅 如今演變成數位天線或是數位機上盒 在3C賣場都可以看到他們的產品 甚至歐美市場也有三成以上試占率 堪稱是硬性冠軍 進一步還開發出影音相關設備 或是行車記錄器 一樣做到高畫質 在家裡用手機就可以直接掃碼 做投影手機的畫面 平常的話你可能在看一些YouTube影片 覺得螢幕手機螢幕比較小 那你就可以直接投放到家裡的電視 簡化操作便利擁有大螢幕影音享受 這是國內數位天線龍頭廠 近期熱賣的無線影音分享器 在影音相關產品上不斷創新 50多年前 他們可是從家家戶戶使用的 傳統電視天線和強波際起家 到現在無論數位天線或數位機上河 都是MIT的市占網 電子廠傳承兩代 追求高畫質始終是他們的骨幹 我父親剛開始在做強迫器的時候 什麼原因 因為我們賣出去的電視 收不到好的電視信號 所以要改善畫質 要讓畫質更好 就是我們的創業的核心 所以這個核心 50幾年來就變成我們的DNA 產線上作業人員全神貫注組裝的 就是從早期電視天線 演變而成的數位天線 這一路演進電子廠第二代 王英龍 他也都有參與 那麼以前的天線就是很大隻嘛 室外魚骨型天線嘛 然後再加上一個強波器嘛 那現在把那麼大的東西 已經濃縮到這麼小了 可以濃縮到這麼小 那強波器也可以裝在裡面 然後接受性能又能夠確保得很好 就是這台儀器設備 網路分析儀 它是研究等級的那種設備 我們放在深海線 每一台天線 都要經過這樣的測試 可以確保說 這是天線的各種各樣的參數 它是符合 符合我們原先的這個設計的一個規範 逐一檢測確保百分之百良率 這裡產出的數位天線 品質無庸置疑 因此在台灣 八成都是他們的產品 甚至在歐美 有超過三成的試占率 那特別是美國市場是最大 因為美國現在很流行 就是把有線電視剪掉 然後就用接收空中的無線信號 就用這個天線 來接收空中無線信號 在美國呢 用這個天線收到的頻道 大概至少有七八十個頻道 所以節目內容非常豐富 包括MBA MLB 美國地方大聯盟 都可以在無線電視收看到這樣 天線產品是他們的根基 王英龍的父親 原本在人人稱線的電信局工作 但卻懷抱著創業夢 先是離開公職 開了家電器行 太太也辭去教職工作來幫忙 販售冰箱 電視等家電 甚至因緣機會下投入研發 我父親母親賣電視出去呢 到一般家裡 我們有八卦三的組隔 所以那個電視信號不清楚 所以就需要加裝那個強撥器 日本進口強撥器多少錢呢 一個強撥器要1200塊台幣 然後我母親辭掉教員 教師的職務的時候 那時候教師一個月才400塊台幣 買一個電視就很多錢了 再買一個強撥器1200塊 等於要花三個月的薪水 怎麼受得了 後來我父親是因為他是電子科畢業的 所以他就去研究那個日本的信號的強撥器 就這樣父親研發出的強撥器 價格只要日本製造的四分之一 物美價廉大受歡迎 那時還是學生的王英龍 也都得幫忙跑腿安裝 他用來很容易就把那個屋頂的天線吹倒 吹倒之後我們就要趕快去 幫消費者再去架新的天線 我曾經一天最多架15支天線 要到用戶家裡去爬到屋頂 幫他把天線拔下來 然後我們再架天線上去 還有竹竿嘛 然後再架天線組裝整個弄好下來 這樣要跑15家 我那個也是紀錄的 不只在台灣甚至熱銷泰國 王英龍和姐姐加入團隊後 更是拓展歐美市場 他們也從小小電器行 發展成資本額7億元的大工廠 目前七成左右的家庭收看第四台 主要還是靠他們的通訊設備 台灣是海洋島國嘛 所以那個沿路很重啊 所以它要防腐蝕 這螺絲還不能卡住不能鏽 10年喔標準是10年 那它這24小時工作的 山上啊海邊啊城市啊 到處都有這樣的東西 那負責什麼 負責我們台灣有線電視的 整個信號傳輸要能夠很穩定 讓大家看電視精彩的時候不會被中斷 而能站穩市場龍頭地位 除了王英龍父親當時搶得先機 穩扎穩打外 王英龍本身則是勇於嘗試 在他們的通訊和影音基礎上 產品不斷推陳初心 從傳統天線強迫器 到寬屏和光纖傳輸設備 以及影音產品與線材等等 口碑良好 也因此能打入知名3C家電賣場 融入大眾生活中 在HDMI的部分 已經是試占率780% 那在手機充電線 也有40%的試占率 然後在延長線的部分呢 也有50%的試占率 我們還是以畫質為優先 因為這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甚至在行車紀錄器上 他們也做到試占第一 其實當初王英龍會 踏入行車紀錄器領域 是因為同事偶然的對話 因為我們公司的一位同事 他去市面上買行車紀錄器 一個月認得買了三次 為什麼 因為他對那個畫質 都覺得不滿意 我們就研究調查 整個市面上的情況 結果真的你要找到畫質 影像畫質好的 你真的還很難找 幾乎找不到 所以我們就因為這樣 我們內部做了一個討論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進入這個 產業裡面去 我們把中心點 遠點那個部分 調到最清晰 那你所在1.5公尺裡面 所拍攝到的畫面 就絕對是清楚的 廣度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們是三個太陽圖 所以它是三個車道的廣度 都可以拍攝的進去 要廣要清楚 就得仔細校正 在提升畫質技術上 一直是他們的強項 就如王英龍所形容 已經像是他們的DNA 無論白天黑夜或是強光照射 都能確保影像清晰 現在的車都標配LED燈 那LED燈只要直射到車牌下 就會讓車子的車牌過曝 那會造成你事故無法矩陣 那大家可以明顯去看 在這個影片當中 我們的車牌都是 持續的都是可以全部的顯現出來 近期他們更將AI導入行車紀錄器 讓設備不僅擁有露營保存功能 還要做到主動安全提醒 比如說後方來車 我們都會做警示 然後左右轉彎的時候 也會做警示 那包含鏡頭 有髒污的時候 他也會告警 說你鏡頭該去擦拭人 我們一直希望就是說 不要只是一個被動的錄影存證 往往你錄影存證的時候 已經造成遺憾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提前 然後來做這種主動式的安全 能夠更加保障用車人的平安 這就是我們做行車紀錄器的 最主要的出走 不只追求畫質 更要用心製造 做到人性化 無論行車紀錄器 還是影音和通訊產品 王英龍和團隊力求創新 讓世界看到台灣製造的堅強實力